這次拍整部片的過程中 印象最深刻的一天是哪一天 其實像你來一天我是比較緊張 所以導演也緊張 也是跟華大的關係 擔心是一樣的嗎 對 因為每一個重要的演員都在 還有那場戲裡 人物的矛盾在哪裡 關係在哪裡 還有一些變化 這個跟著的劇情會有變化 都是在那場戲 所以其實拿成戲很重要 那華大呢 每一個第一天開工的時候 我都會特別印象深刻的 就第一天我拿到 古天樂怪人那兒 就我到現在還是 好像已經過了一年了 好像就在昨天拍而已 很記得 就是看到那個 我拿正刀砍他 但是那種感覺很清晰 然後林嘉欣第一天 周壽娜的第一天 對 然後喵求威的第一天 每個人的第一天對我來說都 包括KK 包括鄭哲氏 包括歐瑞 他們的第一天都 我都記得很清楚 而且這些人真的 除了那個周壽娜 其他我都認識超過十年的 但是 在最近的 可能十年嘛 除了苗喬尾 其他我都沒真正 沒真正 沒真正的跟他們講過一句話 我覺得重新在 沈月那個友誼 火焰哥沈月 有一點接水的感覺 那到底我們是朋友嗎 真的不知道 所以每個人都過關了 對對對 沒想到 沒想到 真的 有些藏在心中 你沒發覺 到它消失的時候 你才知道它存在 唉唷 這女孩好深奧 那其實呢 我看花絮的時候 好像有拍了很多戲 被剪掉的感覺 有一點 但是又不算很多 有沒有哪一場 導演覺得其實好想放進去 但是沒辦法放進去的戲 有嗎 有一個導演剪掉的 是我覺得真的剪得太好的地方 我覺得她也忘了 其實每一場的 的 暗殺那些 那些敵犯 我都在 對對對 喔 對對對 他看見你在 那是出來就可以這樣 我看到你 那個印度人的那個 對 我看到你在現場 我覺得太外露了 因為它基本上不需要我在的 但是剛剛拍的時候 大家又覺得 花那麼多錢 主角不在啊 對 不好這樣 所以 對 那個是我覺得 好看的 不是不好看 是可以真的在角色上面的那個 凝造是另外一回事 顯現你很狠的那一面 但是它好像到最後剪出來的時候 會感覺我的性格有一點點 嗯 飄來飄去 嗯 所以我不需要去啊 對 我應該是 為什麼到最後真的是到 沒有你爆雷 是嗎 哈哈哈哈 講的激情 噢 沒關係 你的角色其實算蠻壓抑的嘛 你剛剛也有說 那你自己平常 我們看到你都是 心情很好 然後EQ很高 你自己如果有生氣 聽你不好的時候 除了像剛剛導演說 你會自己發自己脾氣之外 你要怎麼發泄 我基本上沒有 沒有太多的東西會讓我 生氣 發脾氣 就是最近的年代 就比如說可以 就是從2010年這8年來說 嗯 其實沒有太多東西可以讓我 就已經太好了 我是覺得 有什麼可以讓我生氣 摔碼了 去摔碼了 哈哈 只有那一刻 怪不 對啊 如果是黑幫的話 我就找人砍他 哈哈哈哈 好恐怖啊 大家好 少讀210第一對決 我們是很用心拍出來的 希望你們喜歡到電影園 支持我們 包美瓜的觀眾們你們好 那我們現在創作了一個 這是我們最近 我覺得我們很用心拍了一部電影 比較少的話 天地對決 希望大家支持我們 說破10億要唱歌給大家聽 這個承諾太容易了啦 太容易 就是 我聽我唱歌要付錢 哈哈 對 10億咧 10億咧 我真沒想到啦 這個是當王是我的夢想 唱歌隨時都可以啦 就不管過不過10億我也可以唱歌給你們 嗯 兄弟就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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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謝謝 謝謝 謝謝兩位 謝謝 非常好 不這樣 字幕 李宗盛